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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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来考或是以前报过但没有考 大概有极少数可能是报过 然后没有怎么复习所以没有考过 一般咱们综合阶段考生听完我的课程 只要坚持住 那么通常来说都是能通过考试的 那只是有些学员确实我知道工作比较忙 然后来不及复习以后复习的少 所以没通过 那这波学员我希望你啊 就是咱们再坚持一下 今年呢吃点苦 把这个东西学完 然后呢通过我们综合阶段的考试 好了 对于这波学员来说呢 我这个预习班课程可能需求也不是很大 我觉得啊 我这个预习班课程主要是给以前没有接触过的综合阶段的学员 第一次来考 那么第一次来考的话 肯定学员就会对这个综合综合阶段有很多的模糊的认知 那么既然是第一次来考的话呢 很多学员说综合综合阶段考什么 很茫然 那比较茫然 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综合阶段 这个复习的一些要点特点 这样一个 当然呢也顺道介绍一下我 因为很多学员也可能是第一次听我的课程 感觉很多不适应 甚至呢说这老师是谁哪冒出来的 那所以呢我要介绍一下我 对吧 那这里呢这介绍了一下我的一个基本背景资料 那基本背景资料 那当然呢 可能有同学呢多知道一些啊 因为我现在还在做实物 可能有时候工作上咱们还有机会能见一面 啊 这种概率是有的啊 实物当中也碰得过这个情况 那另外一个呢 我也要说一下啊 就是关于我们这个重海经济阶段 这块 因为咱们课程可能有些感觉好像有点乱 对吧 什么样的课程都有 那咱们该怎么学 那包括我们中学阶段要求是什么 咱们都要给大家好好分析一下 好吧 那么最重要一个我的要求就是跟注我的要求 跟注我的要求 然后接下来 你只要跟注的话 剩下的 你说我想个人发挥一点什么 这都没有问题啊 好了 这是说在前面 那接下来呢 那我们来说一下我们这个综合阶段这个课程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主要讲的这个内容 这一块啊 那么咱们说啊这个综合阶段 感觉上这是我们这个收尾的阶段了 注快对吧 综合阶段通过了 那么整个啊注快就结束了 那综合阶段该怎么学呢 这是我们这个预期班前沿部分要给大家解决的 就是今天我们来说我们综合阶段预期班的前沿内容 那对于这块啊 咱们来说一下 大体有两部分啊 咱们这个前沿课程 一个呢 关于我们综合阶段学习的注意事项 那这个很关键啊 而恰恰很多学员 这一关通过的非常痛苦 非常痛苦啊 所以我每年都要把这个放在最前面去说 即使这样依然有很多学员 也是呢 他可能没看 或是没有相信我这个讲解 于是呢 还要付出他人的代价 走可能弯路的 所以我希望咱们听到这个课程的学员 你要好好听一下 关于咱们综合阶段 这学习当中要注意哪些事项 当然呢 大家知道我主要针对呢 十月一的这个情况啊 来说一下 那 那么第二部分呢 说说我们这个预期班课程 他的安排 预期班很重要啊 这块 好了 那找一个一个说 首先第一部分 我们综合阶段学习的注意事项 那么对我们很多学员来说啊 这个综合阶段学习和我们原来 专业阶段学习 却有比较大的一些差异 那所以我称之为啊 要颠覆三观 那颠覆三观的 当然呢 这个不光是啊 这个观点的观啊 主要是要闯观 那这个三观啊 反过来了 要颠覆吧 所以要反过来 那 那么哪三观呢 咱们来说一下 你要考中就要闯三观 哪三观 第一观 那咱们称之为理念观 那 这里面有发生改变 那么第二观呢 则是一个心态观 那 就咱们综合阶段 这考试这个心态这块 我发现 每年都是如此啊 咱们学院那个心态这块 是挺不稳定的 对吧 那么第三观呢 则是一个知识观 二说呢 咱们说 综合阶段考试嘛 肯定知识放在最前面 不是的 你这理念 你的心态 如果 出现了问题 知识这一观 其实很难过去 那么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 首先呢 咱们来说这个理念观 那我们这个综合阶段 这三观当中 如何闯这个理念观 这个问题 那么咱们来说 综合阶段呢 我一直都在 讲述这个问题啊 因为很多学员 他不理解 所以必须来讲述 我们综合阶段 这个学习要求和 专一阶段是不一样的 他的理念要求是不一样的 从根上就说理念不一样 那么注意 并不是说我们综合阶段 和专一阶段 是一个天差地别的 这么一个差异 它实际上是有一个 衔接关系的 那把这种关系说起来呢 用一句话怎么概括 就是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那专一阶段更侧重于知其然 就知道是这样 那而综合阶段呢 是我更知道 他为什么这样 而且不光是知道为什么这样 而且我还能够什么呢 讲给别人听 这个要求就高了 说我不光你知道是这样 而且还知道为什么这样 而且还要讲给别人 讲给别人是用专业的语言去表述 这样的话和咱们专一阶段整个学习上 在这块是有差异的 那咱们对比一下 我说咱们专一阶段啊 咱们学习 比如说以咱们这个会计啊 税法为例 那专一阶段侧重于什么呢 它一般侧重于计算 那侧重于呢 这种分路 那咱们专一阶段 快处理这分路是很关键的 很多同学说 哎这个东西 会不会你能写出分路来 那他非常强调这一点 所以咱们很多人认为我会写分路了 这就算掌握了 那再有呢强调很基础的内容 那很基础的内容 他不是说生的东西不考 但相对来说考的少 相对来说啊 而综合阶段则不然了 我们综合阶段在这一块 同样的这些知识 那么他所侧重的就不一样了 他一个强调是表述的这个情况 你要能叙述出这种原则 那一个账务处理啊 那或者是呢 一个税务的规范呢 重视表述 那这个表述就要一个什么 一个很专业性的表述了 那不能说一上来来个大白话 这完不可能 咱们说考筑快 筑快是一个应该是一个 咱们所谓心中的专业人士 那专业是一说话都大白话 那怎么叫专业 那不叫专业 对吧 那再一个他重视食物 那很多食物中的问题 我们如何用理论去解决它 而这种食物问题又恰恰是我们 在专业阶段往往看的比较少 而综合阶段都是大量一个食物的问题 那再一个呢重视深度 那专业阶段说这个东西 他表示他因为讲原则嘛 他会讲一个比较浅的例子 那而我们综合阶段 他要说这个东西往根的去查 去呢深挖掘 这么一个 所以这样的话我会发现 这个专业阶段综合阶段这块 他两个是有差异的 明白 是有差异的 所以有的时候啊 这种感觉是什么 向左走向右走一样 明白 他这么一个情况 当然 在这一点上啊 也不能把他结案对立开 那 所以一定是我们专业阶段 综合阶段 这玩意儿就是没办法行进的吗 不是的 你专业阶段 学习那些内容 给你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那么就可以比较好的衔接过来 那我们预计班就要实现这一步 让大家怎么去衔接过来 那或者尽可能让大家衔接 因为每年很多考生都是临到快考试了 才找到我们这个综合阶段这个要求的感觉 那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有点晚 那为什么不早一点呢 所以每年预计班我都努力的 咱们做这个衔接 那大家跟我一起来努力好吧 那这是咱们综合阶段 那这一阶段在这一点上是有个比较大的差异的 必须来说清楚 那再有呢 咱们要注意的 那咱们说 对于综合阶段 那有人说 那乘老师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这么要求 那以及 你的底气来日子和方 所以我在这里给了大家这么几个数字 那换句话说 我提的要求 是基于我这12年的综合阶段的 教学经验 12年 全国应该只有我一个 那 就从第一年开始不间断的 已经连续12年了 那 这么一个 那么再一个呢 1300加 这是哪用网络上的一个表述 对吧 就是呢 我从第一年开始讲综合阶段 到现在 那么累计了1300个以上的小时的 综合阶段课程 那这种讲解 当然这个呢 是一个不大准确的估计啊 但是呢 我呢 做了一下测算大概还没超过1400的 比如说你12年1300个小时 不太合理吧 一年你讲100个小时才1200小时 对吧 其实呢 那我每年讲的不止100个小时 而且呢 我当年啊 是综合阶段 捐一捐二都讲的 所以我这个时间一定是比我实际的时间要少的 但没关系 不管怎么样 一个人花了1300个小时再讲一门课程 他一定可以在这门课程当中有所考虑 有所判断了 那除此之外 我的自信和我的要求来自于每年 我至少有150万字的对专业内容的阅读 包括专业案例 包括这个准则的研究 每年至少150万字 那这个呢 可能是还是有些低估了 有些低估了 但我觉得再高的话我也统计不了了 我觉得这还是可以的啊 那么基于我这12年的中心教学的经验 基于我至少有1300小时以上的培训的经验 基于我每年至少150万字的专业内容的阅读 那这都很深入内容的阅读啊 那么我对咱们学员给你一个99%的把握的一个承诺 对吧 咱们这个保证程度合理保证高水平保证99% 不能给你100% 那这个我做不到 我没法说你听我的课法爱我课程来一定100%通过 这个我做不到 那但凡有人告诉你的这个不符合原理 对吧 不符合原理啊 你听我课100%能通过 我觉得 大概说这话就骗你 那我给你这99% 但这99% 建立在我的努力付出和你的努力付出结合在一起的 光我这般努力付出你不跟上 这也没有用 那99%保证是什么呢 那当然是合理保证你们通过按照我的要求来学习综合阶段 那么可以顺利的通过综合阶段考试 那合理保证 那做审计必须去做合理保证 不能做到绝对保证 那这么一个啊 这一块 然后呢 咱们说这个理念观 那理念观 这话要注意 但是这个理念观 咱们要贯穿到后面 光讲这点是不够的 贯穿到后面啊 包括我们预期班 整个这个课程 结合起来 包括后面我们的基础班 那么包括什么 其他课程案例啊 对吧 然后呢 这些包括呢 什么串奖啊 真题班啊 等等等等吧 啊 这么一个啊 所以这理念要贯穿始终的 那么第二观呢 则是一个心态观 啊 这个心态观啊 这块可是有一点点难度的 因为这个心态呢 是咱们很多学员 都可能会存在的一个情况 因为咱们很多学员说 过五官斩六将啊 拽绝的这六门我都考过了 我也付出很多了 那么难道我到底综合还要从头来学习吗 对吧 在这个心态上可能会有问题 那现在有问题 那么如果你以往那些习惯 那建立起来了 然后再让你去改变 这就很难 而恰恰我们综合阶段 就要闯进一关 心态观 对吧 那么在这里给大家一个 给大家一个图示啊 在这块 那么咱们说拽一阶段 这一段快议考试 按照大家的一般的得分情况啊 可能呢 咱们考试通过年份 往前推五年对吧 推五年 你快议考试通过的话 应该在17 18 19 20 以及21 这快议的话 那你得分呢 应该在什么 60分以上 一样及格嘛 然后呢 有70 有80 有90 有这么一个情况 那这样的话 我们会发现 在不同的年份 那不同的得分 那会产生很多的不同的结果 对吧 换句话我们的考生 你至少呢 是在这里面的一个 你可能是17年通过 也可能18年通过 也可能19年通过 你可能是70多分 那也可能80多分 也可能60多分 对吧 他应该60多分的居多 对吧 因为会计相对难嘛 对吧 他7分应该也不少 80分以上都应该少了 对吧 但不管怎么样 那大体上你的分部 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吧 是不是 应该这样 有人说怎么有红的 有蓝的 有男性有女性 对吧 这样一个 那么有人说 老师我可能更早通过 可能更早通过 有没有可能 有的 有可能啊 比如说有同学 他那整个专业阶段呢 在19年通过了 19年之前就通过了 然后呢 最近两年没有学 没有学综合阶段 因为工作原因 或什么原因 所以他可能的快支上 是在17年16年15年 学的 有这种可能 对吧 那么咱们就都算在1000之前了 都算1000之前了 这么一个 那这样的话 我们会发现 有多种情况 对吧 那你看你在哪一段 这是快支 然后呢 咱们来说 如果是审计呢 审计也是这种情况吧 也是这类的 那么如果是税法呢 它也是这类情况 对吧 也是这么一个情况 比如说 那为什么要列这么一个情况 列这么一个统计表 对吧 来列一下我们这块 那实际上 我在这里要说 咱们这些学员 你们的知识构成 是有差异的 对吧 你可能会计好一点 但是呢 你的会计好 但是现在你是17年通过 当时是8多分 但现在已经5年过去了 也可能你税法好一点 税法好一点 那么你是18年过的税法 也可能呢 说你这个啊 说我审计并不太好 对吧 但是我是刚刚通过21年 刚刚通过 所以大家在各科枝上的构成啊 这枝构成啊 本身的那个能力上 都是有差异的 都有差异的 那这样的话就给我带来一个问题 是吧 因为呢 咱们说按三档的这个分值组合结果 是吧 三档分值组合结果 那就是有什么情况 是吧 因为咱们说90分以上 就不考虑了啊 就咱们可能有学员说 哎我这个考90分以上 这我没法再统计了 咱们三了分值的这个组合结果 那么就会发现 会计上 咱们学员的知识构成和能力构成 就得分和通过的年份 就要知识构成和能力构成 那么有15种情况 快上 然后呢 审计当中呢 也有15种 明白 那么税法当中也有15种 那么按这种你的知识构成和能力构成来说 咱们排列组合 咱们学员有多少种排列组合的可能 你想一想 你说我快计审计税法 都是66分通过的 而且是17年的 那有同学说呢 我快计审计税法 都是21年通过 而且都是82分以上 明白 或者是我呢 快计那是某一年过 然后多少分 我神经网内过 多少分这样的 那么这样的话 咱们学员你的知识构成能力构成 组合起来 单就21年来说 至少有多少 3375种 3375种的话 那么就使得我在面对你们的时候 没有办法去满足你们每个人的要求 对不对 你们3000多种的要求 我只有一个人 我只有一个人我怎么给你们去讲 对吧 有人说这个要多加点 那你说那个要多加点 我就很无奈 对不对 比如说啊 这个学员说 我是21年刚刚通过的快议 而且啊 我高分 对吧 我88分通过 老师你快计不用多讲 你给我好好讲讲审计 对吧 这样的 有同学说呢老师 我是呢 17年 60分过的快计 对吧 那你快一定要多加用 忘了 本来我学的就不好 你快一定要多加 而且从基础给我讲起 从最基本的分路 第一章讲起 我也做不到 我也做不到 有人说老师这个不行 你这组合是有点问题的 呃 那这位同学就聪明一点 对吧 你组合问题是 你要知道咱们学员绝大多数都是什么 60多分70多分的这样 对吧 所以你这个把80多分算起来啊 就不太合适了 对吧 80多分那些学员 自学能力强 好了 那咱们换成两档分支 对吧 六七十分的 这两档对吧 60多分的和70多分的 这两档对吧 那如果用两档分支组合结果是什么呢 那第一种情况 有 十种 对吧 就是快据化有十种 那学员的构成 知能力构成 那么审计当中也有十种 对吧 睡法当中也有十种 那么由此导致 即使按两档分支组合的结果 也会造成多少 也会造成有一千种的情况 那也要是一千种情况 就造成了一千种的需求 一千种需求 那这样的话 你要我一个人去满足这一千种需求 在一门课上满足一千种需求 这又是很难 这又很难 对吧 那么有一句话 对吧 这是当年啊 这块那很著名的一句话 对吧 沙尔比亚 是阿尔比亚 对吧 咱们说啊 一千个眼中 一千个人眼中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一千哈姆雷特 你看啊 作者写哈姆雷特 但是呢 不同眼里 会有不同的哈姆雷特 但是我要续一句话 狗尾虚雕吧 对吧 那么人一千人眼中 有一千哈姆雷特 但是我认为作者的笔下只能有一个哈姆雷特 他不能说我迎合这一千个哈姆雷特的需求 我就写出来 我只能有一个 那这样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 我没法满足咱们学员的这个三千多个啊 或者一千多个啊这种需要 对吧 甚至我没法满足你们每个人某一个人的需要 我没法满足 为什么我不知道你需要是什么 每年啊也会有些学员提出 哎 陈老师你该怎么怎么讲 对吧 你为什么不这么这么讲 我说我不知道你有这个需要 你不能说我客人都讲完了 你让我再去说 因为每年都是 比如说啊 假定咱们是八月份考试 每年七月份我客人快完事了 然后说哎 老师你的技术版讲的不对 你该怎么怎么讲 我这不行我改不了 因为那是我三月份四月份录的东西 你呢六月份才提出要求 那等到串奖的时候呢 我讲完离到考试前 还剩呢 比如说还剩十五天串奖 有人说老师你的串奖不能这样啊 我需要你有讲什么 我说不好意思已经讲完了 为什么 我不知道你的需求是什么 你提出需求我尽量满足 但你不提我也没办法 有人说那老师那你的标准是什么 你的标准是什么 你给我们讲课你总体有个标准吗 好了我认为咱们综合阶段只能有一个标准 那我要给你们讲课 我只能有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是满足你们的共性需求的 个性需求满足不了 满足你们共性需求 哪一个呢 就是综合阶段的考试要求 考试考的要求是什么 那么我讲课就讲什么 这样说很多同学说了 老师你的坏东西你都不讲分路 分路没多难 你分路有多难呢 我初级讲过 中级讲过 但是现在还在讲 对吧 税务师讲过 筑块块也讲过 那评估师的块也讲过 那些都是讲分路 你说我能不会分路吗 但是综合阶段考试不考 我印象当中啊 咱们综合阶段这么多年考试 十多张卷子 甚至应该有二十张卷子至少 至少有二十多张的卷子了 那么在我们卷一当中 一共考过两分路 一共考两分路 但答题时只有一个要求分路 是第一年考试 是第一年考试有过一个分路 那么再一个出现分路呢 是在16年出过一次 但答题时不用写分路 很有意思 那这带来一个问题 人综合阶段考试 几乎等于不考分路 最快意之事 那你说我大量给你讲分路 没有意义 对吧 所以呢 我说了我的标准是命题的人的要求 答题的要求 而不是咱们学员 你们可能的需要要求 没有明白吗 那有人说了 那按照这个标准来能通过吗 我认为是可以的 十多年了 那么多考生我都送过了 不差你 你跟上就行了 好吧 那么这是咱们是心态观 那心态观的问题 那咱们要放平心态 你就做一定的 相当于做一定的这种心态上的清明 那跟着老师要求 不要总说老师我习惯这么做了 你看你讲这逝法知识 也不讲过那计算的例子 我说吧 我倒是想像中央中央阶段那么加 按专业阶段那么去加 那也没多难 但是呢 他不这么考啊 那我也没办法 所以大家要放平心态 要跟住我 而我的标准就是中央阶段考试的标准 是我跟人家来 不是我定的标准 是中央阶段定的标准 我跟着来 那么好了 如果这两关过去了 那么我们面临一个一点不轻松的第三关 知识关 对吧 其实前两关过的就很难 而第三关知识关也很难 那么咱们来说一下 从14年开始到21年准则法规的主要变化 2014到2021年准则法规的主要变化 那就我讲课时所知道的情况 比如说为什么推到14年 那我只会告诉大家这些变动的情况 那么咱们说从2014年开始 那首先那么最重要的长预管投资等八项会计准则 那么这些准则有同学应该是比较熟的了 有的可能不太熟 因为在我们专业的考试当中 它侧重点不一样 有的考的多有考的少 这14年准则变化 然后呢这个15年 15年呢主要是13项 那中开始专业标准问题解答 那这有最大的一个变化 15年这块 对吧 然后16年 16年这块呢 是全面实际盈改增了 那以及呢年末修改了审计报告等六项审计准则 在16年 那这样的话我们发现啊 会计审计这个变化 对吧 所以没完 没完 对吧 税法有变化对吧 盈改增的问题 然后呢接往下来 对吧 那么收入金融工具的七项准则 这17年 17年收入金融工具的七项准则 那么这个准则 可以说影响很大 影响很大 咱们说收入金融工具 是咱们专业的学生的难点 不好理解 很不好理解 但是考书还考 还考的 而且我们中级阶段还在考 而且有些专业阶段不中年考的 我们中级阶段还考 比如说套技会议 套技会议学的咱们很多学员 叫苦连天对吧 不知道他说什么 甚至有的老师都公开说 这套技会议下这东西讲不明白 不好讲 但是我们中级阶段考 这是17年纪花 对吧 然后18年 18年这块租赁准则 租赁准则 这个租赁准则并没有马上 修改之后 他并没有马上的去引用我们的教材 但是引入之后 有同学学过 有同学没学过 对吧 引入之后 我们租赁这块就不好弄了 但他很有特点 很有特点 这样一个 已经两年了 租赁这块 所以有同学是没学过租赁准则的 这样一个 此外新的个人所谓税 这块 那么新的个人所谓税的就不能出台 那么使得在我们考当中 当时就考 当年就考了 这块 但好在呢 我们的新的个人所谓税这块 在这块 他呢 对于我们中间的影响没那么严重 但是有 那有影响 然后紧接着19年 19年的时候呢 那咱们说 债务重组非换交换 这个准则的修订 那么这个债务重组准则这块 搞得确实很痛苦对吧 确实很痛苦的 这块 但是呢 他晚了一年才用 就我们考试当中啊 在19年没有用 因为19年 它是5月份推出来的 债务重组非换交换 对吧 所以19年考试 无论专业阶段 综合阶段 都没有把这两个作为重点 而2020年考试 专业阶段 综合阶段 都开始考了这两个准则 那当时就考了 这是这块 对吧 那再有呢 就是审计准的修订 那利用内部审计工作等等 有三项准则 当时呢 做了修订 那做修订 但是没完啊 那么咱们知道这两年啊 却变化更多 对吧 这两年 那么咱们注意 就是这个19年到21年 这个呢 是我们的快准则 快准则问题解答 13号14号 这个对我们影响 其实比较大 影响比较大 但是呢 这两个问题啊 是我们在今年21年 才拿进来 把13号 拿到我们 这个专业阶段 这个考试当中的 所以你要是 20年之前的 很多学员 13号准则有些东西 可能都没学过 对吧 比如你19年过的会计 对吧 你10号 那13号这个问题解答 你可能都没看过 而14号这个东西 我还不知道 会不会在22年的 快教育中取出 但是 在我们综合阶段 我是要讲的 那14号这个问题解答 这块啊 这一个 然后呢 再有 就是呢 咱们说20年到21年 那么这块呢 有很多的变化 那么最重要是 快准则实时相关问题 解答 一年出了多期 出了多期那种 此外呢 在我们的 19年到21年 那么针对收入啊 租赁啊 这个 那么等相关准则实时的案例 财政部又给出来了 那很多的案例啊 而且我们在中间的考试 直接体现了 那直接就体现了 这块包括过去的21年的考试 那么直接体现了相关的内容 我讲的也都讲 包括股东之父啊 这个内容 这样一个 那这样的话呢 咱们发现 从14年到21年 这8年间 我们这快计变化极大 审计变化很大 对吧 当然包括咱们职业道德 有很多变化 对吧 此外呢 就是有法规 有比较大的变化 对吧 所以呢 咱们刚才列举的是 近8年来快准则是有法规的重大修改 此外呢 每年有大量新的规范的用出台 相关知识变动较大 所以我们的确面临着 这个专业这段考过 是考过了 很多新知识 你并没有来得及掌握 以及很多新知识 你还没学过 面临这个情况 所以呢 很多学员每年啊 我都能听到 哎 抱怨 你讲这东西 我都没学过 我说那怎么办啊 你想想 这东西出了 考试考了 你的确没学过 我知道你没学过 所以我才讲 那或者是你学的时候 那可能呢 比如说有些东西 第一年拿到 我们这个 专业阶段 比如交易当中 他可能作为一个选择题 可以出 综合阶段说 我没有选择题 这东西一考 就是一个主观题 那我只能往深了讲 只能往深入讲 那这些知识 对我来说 的确是个很大的讨厌 那这一关 一点都不轻松 而这一关 要需要我们的通力配合 我要研究它 我要把实物的东西 拿出来 讲给大家 让大家掌握它 你们要认真学 不能总说 哎呀 这陈老师敬讲那些 我没学过的 是啊 我敬讲你都学过的 最基础的东西 你乐意题吗 你肯定不乐意题 为什么 因为他没法保证通过好事 那我可以讲最基础的 那玩意有多难 我还省心了 那但是呢 考试你不过呀 这不行啊 所以咱们说 不能是 说咱们碰着这个 一些新的内容 咱们就躲着绕着 相反新内容 必须认真学 好了 那这是呢 我们说这个综合阶段 闯这个三关 这三关 你要闯过了 综合阶段 就不再花下了 那么当然 首先理念 心态 必须有所改变 然后呢 我们才可能 闯过这个知识 这一关 否则的话呢 你就纠结于这个知识 然后理念 心态不改变 这也会是问题 这也是会是问题啊 这是咱们说 第一个 咱们这个三关的问题 那这个三关 不是你人生三关 是我们综合阶段 考虑要通过的 这三关 然后呢 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啊 咱们说说我们这个 预期班 对吧 咱们这是前言 预期班的前言 那咱你说一下 我们预期班来讲什么 那预期班的内容结构 这块啊 两大块内容啊 那首先呢 咱们预期班肯定要介绍一下 我们综合阶段 这种考试的特点 这块 然后呢 咱们说要起到一个 衔接作用 从专阶段到综合阶段 对吧 所以我那这个预期班内容结构上 两块结构 对吧 两阶段的预期进阶 两个阶段的 第一阶段呢 就给大家补充一些知识 什么呢 主要是啊 属于这种呢 基础知识的学习 什么意思呢 其实咱们前面也看到了 这些年啊 咱们会计变化很大 那么咱们快通 有很多是难点内容 那什么收入啊 金融工具啊 债务重组租赁啊 这类的包括什么套期会计啊 等等这些内容吧 那么这些内容啊 咱们同学 有的同学是可能都学过 有的同学呢 只学过少量的 因为你过的年份不一样 对吧 那有同学是虽然学过 但是呢 说我也没有太掌握好 对吧 而到综合阶段 我们是默认 默认啊 专业阶段那种啊 说分路啊 账务处理的基本那种 那你得会了 我就不会再给你讲分路了 我就不再讲分路了 但是呢 很多同学是不习惯的 而且呢 的确有这个情况 比如说套期快点 套期快点呢 我更注重 注重什么啊 咱们把这个套期快点原理说明白 但很多人说 老师你连分路都不给我写 我记不住 怎么办呢 好了 那我要摘出来 我们这些年当中 最为重要的这种快知识 然后呢 以账务处理立体 以及快分路的形式 给大家讲讲 帮大家呢 把这个知识补充全 那你说 我这个都已经掌握得特别好了 你随便给我什么 我都能有这个 我都能做得出来 那这个我就建议你可以不听这个了 那第一阶段就过去了 当然这个太简单 你也别要我去讲 对吧 比如咱们讲个投资反产 账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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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账务处理 然后账务这个转换 这个这么多年都没变过 能变吗 比如说投资反产 成本模式 账务模式 这个转换 从成本到账务模式 政策变更 或者咱们说 账务 那这个 就企业自用的 那这种房产地产 转为投资反产 对吧 或者账务价模式 计量投资反产 转为自用的 那这一类的东西 就别让我非得跟你讲分路了 我不会讲 我讲的就一定是什么 像收入啊 像金融工具啊 套期会计了 等等这类比较麻烦的 包括那债务储物组这类的 包括租赁这类的 那么有同学是比较生的 有同学没学过 那咱们呢 把通过啊 一些原理的基本的讲解 加上呢 相关的处理原则 加呢 例题和分路 让大家把这部分主通起 这最关键的 这样一个 对吧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 进阶理念的分析 那 进阶理念分析的问题啊 这块 那么 这个呢 和前一个就不一样 和前一个不一样 前一个咱们前面说过啊 对于基础知识学习这块 那么咱们是补充企业 特别那些特殊业务的 咱们不太熟的业务的 他的这些基本上处理 对吧 而进阶里的分析的话呢 就是当你把这知识 补充起了之后 我们综合阶段 这个要求你提上来了 你不能光说这个问题 我会做分路 我现在要求你 从做分路 到 处理原则的表达 那 那么这就需要有个 衔接的过程 那么第二个阶段 就是 在第一阶段就上 在你专业阶段 那些知识 已经掌握就上 我们如何 让它 到综合阶段的理念上 到这块 所以进阶里面的分析 包括呢 很多问题 我们说定性判断 都要在这里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样介绍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两阶段的 预习进阶 就可以实现 我们的目的了 对吧 那么实现了 我们这个预习班的目的了 预习班就到这个程度 我不想啊 咱们预习班 那 那就是很概括的 非潦草的 来给你挨个说一下 说有这支点 有这支点 这个没有意义 这个没有意义啊 为什么呢 这支点怎么考 你不知道 所以这支点呢 说这个 我们呢 本身该有的就是知识什么 你不知道 那就没有意义 对吧 那没有意义了 所以呢 咱们在这话 更多的是先把那些 大家不太熟的 掌握不太好的 甚至没学过的 但又是我们 必须有的基础的 业务的账务处理 想好 然后再把它衔接到 对吧 或者是呢 通过一个理念 让它从专阶段的 账务处理分路 变成综合阶段的原则 那表述 再一个 那这样我们不仅达到了 我们就可以正式 进入我们综合阶段的学习了 好了 那这就是呢 我们的第二个部分内容 说明一下 我们这个预习班 两阶段的预习进阶 两阶段预习进阶 这个情况 当然呢 咱们也肯定会介绍一下 我们综合阶段的考试特点 对吧 那具体是什么 咱们后面就要给大家了 好了 那这就是呢 我们这个前沿的内容 我们预习班课程的前沿内容 我相信呢 通过我预习班的讲解 一方面 可以帮助很多学员 补充了 他一些呢 比如说不太 这个清晰的记忆了 或者是呢 有些知识没学过了 那补充这些应有的既有知识了 另一方面呢 咱们这个综合阶段 它的要求特点 也让大家有个初步的认知了 那通过这两项工作 那咱们就可以进入到 我们综合阶段学习了 那至于说 综合阶段学习效果怎么样 那咱们一起来努力 好了 我们前一部分就到这里了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 我们预习班的正式学习